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午安 气象局持续发布海魁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了大部分东半部还有中南部的陆地 因此警戒区持续包括新竹以南 东半部还有南头以及澎湖地区 而从台风的位置上面来看 今天中午11点的时候 台风已经来到了台东东方大概100公里的海面上 这个台风未来会持续地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逐渐地笼罩上述的警戒区域 那随着除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之外 我们其实也针对了台湾临近的海域 包括东北部海面 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发布台风警报 请沿海航行及作业船只应该要严加的戒备 我们先从雷达的图面上来看目前台风的移动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雷达图上面台风的结构其实非常的扎实 而且中心的台风眼在目前来看是非常的清晰 这个台风在过去一段时间强度有略为增强 而目前台风持续地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我们预计大概在中午过后会接近绿岛地区 稍早我们也针对绿岛发布了台风强风告警 预计在中午过后 绿岛地区很有可能会出现平均风12级 或阵风14级以上的强阵风 请当地的民众一定要特别的防范 而随着台风持续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傍晚之间 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台东登陆 因此在东半部的风雨会在今天的下午达到最强 我们从雨量的预报来看 目前的话因为东半部是一个零封面的区域 所以在今天下午的话 目前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 因此在整个东半部以及包括了临近的山区 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出现 我们已经针对了花莲台东的山区 还有宜兰的山区发布豪雨特报 可能会达到大豪雨的等级 我们甚至不排除今天在花莲的山区 有机会出现超大豪雨 而东半部这样子的雨势 预计到今天入夜还是会持续 而且随着台风逐渐进入到台湾的西南方 南部地区的降雨也会逐渐明显起来 我们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 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发生 这样子的风雨在南部预计要持续到明天的早上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澎湖地区在今天入夜之后 风雨也有显著增强的情形 风力的部分也是在这段时间 大家需要特别留意的 在今天上午因为是吹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主要的风力比较大的地方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稍早在台东的成功已经出现了11级的阵风 蓝雨也已经出现了12级的阵风 其实在北部跟东半部沿海普遍都有8到9级的阵风出现 这样子的状况一直到今天的下午 风势会更加的剧烈 随着台风逐渐靠近 我们预计在绿岛蓝雨可能阵风会来到16级 台东的话阵风也有可能来到14级左右 风势是非常大的 而除了在东部的风力明显增强之外 在西部沿海的风力也明显的增强 我们预计可能也会有10到11级的阵风出现 而这样子的状况一直到今天晚上台风进入西南部之后 我们预计云林以南在今天晚上也会开始有10级的阵风出现 甚至在南部也有可能有11级的阵风 因此在今天下半天会是整个台风逐渐要登陆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提醒东半部恒春半岛 这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尤其台风中心会在傍晚的时候登陆台东 而另外在中南部澎湖 目前的话虽然风雨还不大 但是预计今天入夜之后 风雨也会明显的转强 而至于其他地方也都会有间歇性的阵风或大雨出现 台风今天是影响我们最严重的时候 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台风资讯 并且做好防海准备 以上是中午的台风说明